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说 不会撤销对华关税 但不排除和北京展开贸易谈判 戴琪接受华尔家日报访问 承认关税损害美国商界和消费者的利益 但指出实施关税是为了糾正 不公平和不公的贸易情况 突然撤销关税都会损害经济 除非事前和各个时分者妥善沟通 让他们调整行动 根据首阶段贸易协议 中美代表每半年应会面初信一次 戴琪说当时机合适会和中方接触 而他上任第一个礼拜 已经和14个国家的贸易官员对话 但未有致电副总理留学